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神 我们现在是人在深圳 做一个线下的活动 这次也是第一次在这个直播平台 分享我们的活动 为大家分享关于马来西亚房地产 马来西亚第二家人计划 孩子教育 在马来西亚的这个身份 国际学校 它是创业 在这边投资 我们都可以给你到一个比较靠谱的一些建议 在这个直播间有什么问题 都能够给大家解答 大概什么时候开始 第二家园已经开始了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 无需需的给客户们准备提交申请了 现在申请的话,大概什么时候可以破评 按照我最后一次跟这个官员的沟通 他们说大概是三个月了 三个月的申请周期 已经买房了的四万美元可以进存进来吧 根据我跟官员的了解 他们还在讨论这个东西 原本是打算就是存好这个四五万美元 如果你买了房子的话就可以直接申请拿出来 但是就考虑到这个可能对国家起不到经济效应 所以他们还在考虑是否要等到一年后 还是马上就认许 这个很快就会出来 二家需要公证翻译哪些证件和开哪些证明 二家需要做双认证的资料就是犯罪记录 结婚证,孩子出生证,与父母的关系证明 父母的结婚证,这些都要做双认证 那什么是双认证? 双认证就是你把你的资料拿去公证处 做好这个公证就要拿去外事班 外事班做好认证 再送去马来西亚驻中国领事馆做最后的认证 通常这个手续是可以自己取的 但是如果想那么麻烦的话是可以找代办的 买了房的办理第二家园还需要重新买房 不需要 那问题就是你买了房 然后你办了第二家园 你可以不需要再重新买一个房子 只不过是如果你要申请取出来一半的话 那就只能是再重新买一套了 它的意思就是如果想把一半取出来 必须是办好第二家园之后 办第二家园之前买的房子也满足了买房的那个需求 只不过是没有办法帮助取款的那个需求人 不买房有办法办二家 现在的二家是肯定是需要买房子的 只是你必须是办好的二家了以后的一年内要买这个房子 另外一个就是尊荣卡和尊荣签证 尊荣签证的话就是他们费用很高 他没有买房的要求他费用很高 早上藏的一些客户有做分享说 那还不如办尊荣卡不用买房子 但你要想一下尊荣卡的代码费主生行人就7万 付署钱就3万 然后如果你一家三口这边就13万 然后他的这个移民局的参与费呢 主生行人是20万 每一个付署钱是10万 单单要消费的这些金额呢就达接近50万马平 就跟第二家园比来是第二家园的新价 这个房子的话其实还是值得去投资的 因为你说如果无论是考虑孩子在这边上学也好 生活还是什么的话 你去租房子在这边住个10年半年的话也是移民费用 你就还不如买一套房子 那你说10年后还是20年后 你原价卖出去也好啊 至少是把这个租金给省下来了 对吧 要是你们有在马来西亚这上面的需求 那有什么需要呢 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 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的协助你们 为大家解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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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